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图像处理作为平面设计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各行各业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 Foodshop是最常用的图像处理软件 在平面设计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Foodshop图像处理就是借助Foodshop软件完成图形图像的绘制 编辑 修饰 合成 特效制作以及创意设计等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老照片的处理方法 首先请大家欣赏一组老照片 照片的修复需要四个步骤 步骤一对照片进行裁剪 步骤二给照片进行去色 步骤三修饰照片中的瑕疵 步骤四对照片进行上色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步骤一 要将老照片导入进电脑 生成数字照片 选择工具箱中的裁剪工具 使用鼠标确定要裁剪图像的左上角以及右下角的位置 在裁剪区域内双击鼠标确定裁剪 照片裁剪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步骤二 对照片进行去色 保存图像的原始信息 我们使用Ctrl加J键复制背景涂层 很多照片时间一长都会发黄 存在偏色问题 我们使用Ctrl加Shift加U键对涂层去色 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更好的保存照片的细节 使用Ctrl加L键打开色阶对话框 点击自动按钮 调整图像的对比度 照片中有很多的折痕、滑痕、还有瑕疵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如何修复这些瑕疵 照片中存在许多瑕疵 例如折痕、滑痕、污迹等 在这里我们主要使用的修复工具有 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修复画笔工具 修补工具 以及仿制涂装工具 修复时我们本着 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 选择修复工具 使用鼠标将需要修复的区域圈选出来 将选中区域拖拽到与之相邻的完好的区域 照片中的污迹 我们可以使用污点修复画笔工具来解决 选择工具 使用Ctrl加加键放大照片 按住空格键 拖动照片到合适位置 在操作区右击鼠标 调整画笔的大小和硬度 点击照片中的污迹 操作时要耐心细心 点击一次修复不好 可以反复点击 照片击界边缘的划痕 我们来学习如何给照片进行上色 首先我们要创建对应的选区 在这里我们使用路径工具 选择钢笔工具 选择属性选项栏中的路径选项 使用Ctrl加加键放大图像 在图像中合适位置 单击鼠标 确定路径的起始点 移动鼠标指针至另一个位置 按住鼠标 并拖拽控制屏 绘制出一条曲线 进入路径控制面板 双击刚创建的工作路径 保存路径为皮肤 按Ctrl加Enter键 将路径转化为选区 进入图层控制面板 点击控制面板下方的 创建新的填充或调整图层按钮 选择色相饱和度 打开属性控制面板 选中左色 调整色相 饱和度 明度的数值 设置合适的肤色 我们用相类似的方法 完成对衣服和背景的上色 最后我们给照片中的人物 添加一个好气色 新建图层 设置前景色为合适的红色 设置涂层混合模式为颜色 调整画笔直径 在脸颊上进行涂抹 选择橡皮工具 调整不透明度 在脸颊上进行擦除 降低红色 使气色显得更自然 老师 在照片修复过程中 我有两个疑问 疑问一 为什么使用路径工具 来选择对象 问得很好 路径工具 可以更精确地选择对象 最主要的是 路径支持保存 可以反复使用 疑问二 为什么使用调整涂层 调整颜色 填充涂层 可以保留图像的原始信息 并且它可以支持 随时随地的参数调整 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学习的内容 通过PS修复技术 我们掌握了 老照片的处理方法 学会了裁剪照片 修复照片中的瑕疵 以及如何给照片进行上色 同学们 老照片的处理方法 你学会了吗 让我们赶快地找一找 身边的老照片 利用PS修复技术 让它们焕发新的生命吧